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孝战过后 王一博任嘉伦争顶流之位 背靠大山资源不断谁能获胜 孝战从顶流跌落之后 没想到王一博和任嘉伦成为了新进顶流最有力的竞争者 除此以外 他还有天天兄弟团的鼎力支持 每周日准时在国内火热的综艺亮相 这可是多少人都梦寐以求的机会 汪涵更是走到哪里都不忘安利这个小兄弟 王一博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但是此前王一博总是离真正的顶流差那么一点 可是孝战出世以后 王一博却暗暗发力 接连爆出了很多影视综艺资源 不仅要去这旧世界53跟一阳千玺Battle 还要跟黄轩宋倩搭档主演古装悬疑巨洛 流量都十分炙手可热 瓜分了流量市场的半壁江山 他们两个背后都有实力强劲的公司作为靠山 资源方面更是不缺 王一博年轻时尚 十分符合追星女孩的审美 任嘉伦颜值跟业务能力都无可挑剔 一路以来都稳扎稳打 不知道他们之中谁能取得这场顶流之争的胜利呢 不过娱乐圈的明星人气讯息万变 或者什么时候又跑出一匹黑马也说不定 知名电影博主回应孝战彼夜照 还对孝战许愿 希望能抢到同款 近日 孝战更新了三月份给粉丝的福利 孝战彼夜照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太多的惊喜 粉丝们纷纷为孝战点赞送祝福 场面壮观 值得一提的是 有一位电影博主也发文回应了孝战的毕业照 不仅如此 这位电影博主对孝战许愿 希望可以抢到孝战的代言同款 知名电影博主解读电影发文表示 许个愿 希望明年可以抢到孝战的同款李宁与荣福 这位电影博主回应的就是孝战更新的三月毕业照 许愿想抢到孝战的代言同款 不过很现实来说 确实很难了 有些时候粉丝们都抢不到 作为粉丝 大家看到孝战的帅气彼夜照后 纷纷表示很喜欢 直呼孝战为哥哥 另外也给孝战送来了祝福 春天花会开 孝战也会越来越好 话又说过来 现在的孝战就是非常顺利了 个人看来 孝战彼夜照也是在告诉粉丝 自己目前的状态非常好 让粉丝们不用担心 不管怎么说 祝福孝战 我们也会继续期待孝战的作品和舞台 支持如约而至 我们相信 孝战的新代言会越来越多 网上已经爆料了孝战的很多代言 接下来都会陆陆续续官宣 迎接孝战的都是好消息 我们也要和孝战一起努力 继续跟随孝战的步伐 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也希望可以抢到孝战的同款 优质偶像孝战值得支持 许愿孝战顺顺利利 奔赴美好的未来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